欢迎来到李懿琴的秀 今天我们介绍银泽公园 太原之夜的璀璨明珠 太原市内最大的绿地银泽公园 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备受瞩目 位于古太原城银泽门外的这片风景秀丽的原地 如今已成为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让我们一起探访这个总面积达666,900平方米的城市绿洲 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代的璀璨夜色 银泽公园的历史渊源 银泽公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当时太原市政府决定在银泽大街南侧建设一个新公园 从最初的荒郊野滩到如今的城市绿洲 银泽公园的建设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努力和改造 湖光山色,银泽湖的魅力 银泽湖是公园的镇源之宝 水面占据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为整个公园增色不少 从1954年开始挖南湖 再到1955年挖北湖 这一艰巨的工程将焚河水引入银泽湖 使得整个公园水井更为丰富 而七孔桥则是连接南北湖的精致之作 见证了园林事业的发展和游人的不断增多 从死角到城市明珠 银泽公园的兴建改变了当初的死角形象 在建园初期 银泽门外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 甚至成为旧政府的刑场和坟地 但随着园林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 银泽公园成为了太原式的一颗璀璨明珠 文化底蕴与现代娱乐的完美结合 除了自然景观 银泽公园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藏经楼、月心院、晋商博物馆等建筑物 融入了中华文化的风采 为游客提供了历史的沉淀与文物的建设 而近年来 公园还引入了现代化的娱乐设施 如海底世界渔建城、少儿科技乐园和南湖游乐园等 让银泽公园成为老少皆宜的综合性娱乐场所 免费开放与不断升级的公园 2002年7月1日 银泽公园正式免费开放 使游客量大幅增长 自此 公园不断进行改造升级 包括零部件的拆卸、湖水综合治理、新建广场和改善无障碍设施等 每一次的提制改造都使得银泽公园焕发新的活力 银泽公园 夜色之美、花展之盛 夜幕降临 银泽公园依然充满生机 特大型音乐喷泉在夜晚为游客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景观 而每年的五一和十一期间 公园更是吸引众多游客 举办玉金香和牡丹花展 将花团紧簇的美景呈现给每一位游客 银泽公园是太原之夜的璀璨明珠 是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现代城市的精神家园 无论是追溯历史 欣赏自然风光 还是感受文化底蕴和现代娱乐 银泽公园都是一个值得探访的绝佳去处 让我们一同在这片利益盎然的原地中 感受太原的美丽和魅力 中午迎则公园天气晴好 一个人漫步在公园里 看见到处绿树成荫 心中无限感慨 这里的变化巨大 曾经我在这里住过十几年 公园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大象滑梯有着我儿时的美好回忆 藏经楼和长廊是我们经常来的地方 七孔桥是进出公园的必经之路 现在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景观 也成为了外地游客来太原的一个景点 没对象的人 有可能在这里找到爱情 是个好浪漫的地方哦 今天邮行也有应则公园 幻景孤肤游客 绿树乘银,喝汤月色,冯荆修丽 应则宫院是太苑室内最大的宫院 因为于不太苑乘,应则门外而得命 应则宫院斩地面积光阔 主要由可福区冯荆区以及幽乐区 修现的神祸状态和一人的神祸条件 让人越来越喜欢太苑这座美丽的城市了 来设计旅游的一个免费景点 就在我们入住的太苑并富大酒店的楼下 原一位灭瓢公园可能就是路边一个街心公园 然而大大祝福我们的医疗 好美的附近公园 非常快快的敷面 独中有一个美丽的小道 这庆水秀风景一人 好多使命在这里接不住挑广场物 真是让百姓开心的一个公园 迎着耕耘是太云室内 最大的耕耘 傍晚十分盈着耕耽 头部走到了耕耽耕耕 四朝脚腾发达便利 耕耘是命标对外开放的 真门白露高大气派 横飞横近门去 真得一出驾赛 造型别致 顶带楼窟光圈急增 眉近不动 眉不伸手 以往,耕耘更新的飘恋,身在其中,真是一阵线手 太原人都知道,银泽公园,老以前都要卖票 只有造端恋里人们,可以享受免票 2002年起月,正是免票开放,市民一大号驱车 现在整年人,一定基地,大乡滑体,旋战木马 银泽公园,植碑河是木猫圣,逢季节,又隔阵花开 精神有魅,还有苏角好道,公园内空气,相对好很多 银泽公园盖造以后,博士驱过祭祀 曾经是二十最消耗的地方,可以驱滑出来做各种游乐设施 如今只有绿树邪滑,银泽楼梗,全美了人节的野户 风景一来独厚,我却没有什么消耗了 希望在之后的继续盖节扩节中,还我们一个更好的银泽公园 童年的银泽公园,新装修后,还是第一次来 带着公公,婆婆,老公,和两个孩子 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风,公园的人也很多 让湖一周景色很优美,大约两个小时 新旷神怡,河里有很多鸭子,河河,桥那里聚集了很多 甲山冬天没有水,新修建了很多亭子 有个气象台,需要在官网提前一天预约 经商博物馆也没找到 赢泽公园 位于盈泽大街 坐一路公交车 在大南门下车 是太远的标志性公园 从小就喜欢来盈泽公园 有假山 有瀑布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 带我坐船去中心岛 长大后和同学 一起来盈泽公园 坐海盗船冲浪 还有标志性的两头大象 满满的回忆 现在已经没有了 再次来这里 感觉变了 时代再进步再发展 我已经长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不一定 现在年轻人独特末 横手转公园 哪有那世界了 说啥呢 说啥呢 难道老年人就不需要找到爱情了吗 人说爱情只属于年轻人的 无语了 真是无语了 现在为啥离了婚的人都有点后悔 说啥呢 才不后悔呢 后悔里都是没照到爱情里 像我们最终照到爱情里人才不会后悔呢 让爱情来的更猛烈电吧 哈哈 现在的孩子不好好熟悉 如何才能让他好好熟悉 有够好的熟悉态度 我认为 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区上去 不让玩收集和电脑 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学习高上去 而且学习态度也短整了 别嫌弃 一直陪着你的人 别惦记做不到的事 有道理吗 没道理 对方不好我就会泄气 对方恨美好 即使得不到 我也消亡 小气泪就美美的 万一你笑死些了呢 一个人对你好不好 取决于腻栽他行政 是否恨重要 奇葩舍利又一段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以前决定 爱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争恨恨恨恨恨的钱 后来明白 爱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陪伴做恨恨无聊的事情 一个人愿意花时间来陪伴你左右 不是因为他多么的无聊 或者没有事情做 而是在他的行政 陪伴你这件事 是沾着极其重要的分量 有人愿意把你放在心上 当然应该珍惜 但是这也拒绝他的陪伴 是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不是 那也要明确的拒绝别人的好 这也是一正善良 有些人理所当然的 接受别人的好 但又不喜欢对方 这正不拒绝 不回应的不嫌弃 也是对别人的一正赏害 每个人的经历实践 都是有限的 在有限的实践里 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这其实就是珍惜实践 珍惜神明整里 每一刻 优人设不逼迫自己一把 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这其实不是舍 要去完成自己 根本无法 完成的事情 而是 教我们要有勇气 去突破自己 领域的 一个难题 就像你爱一个人 他身上又血缺电 需要你去学会把染 随着磨合起 可能你就慢慢接受了 因为你爱那个人 所以你愿意突破自己去学会保容 你爱一个人 可对方不爱你 你非要对方 接受你的爱 并且爱你 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别惦记 我们的医生症 纵实要经历各政 潮起潮落 也会有很多人来人往 而那个一直愿意 陪在你身边的人 才最值得也被珍惜 得离婚不离家的夫妻 你什么看 这样随时都有可能散伙 我认识一个公司老板 跟女会计有一腿 他们合伙开饭店 老板派她小舅子来帮忙 这个小舅子就属于那种 离婚不离家的情况 结果 这个帮忙的小舅子 就跟女会计好上了 于是小舅子的老婆 就找这个老板来评理来了 哈哈 都是受害者 哑巴吃黄莲啊 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 应该出现在七令吼和八令吼身上 九令吼肯定不回忧 先说九令吼 九令吼可离度性 度赖度汪 只我一时较高 不补一切吼过 一旦白了 老师不相忘乱 而且对家的观念淡波 甚至又得不相结婚 不相生孩子 离婚就离妈 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结果很多 都是这样 七令八令吼 他们的思想比较成熟温重 喜欢一补一个交引 家庭观念很重 对家的要求和期待又很高 他们觉得家是必风刚 外面累了 回到家就可以安心 同样对孩子也死 一切为了孩子 可以人既是离婚了 也可以住在一起 共同呵护孩子 给孩子一个万丈的家 这一点不得不让人陪付 或有个亲戚 难得扁心 在外面又消散 两人离婚后 女人恨愤怒一语 性许低落 但是为了害子 害死人了 家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害住在一起 知道害子高三毕业 考赏大学 菜粉开国 女子奔罗 尾目遮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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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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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